架上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有来自台南的情人果干 也有农友们辛苦耕种的芋头和地瓜 这些都是在 习时行善网农产品公平交易平台上 利用线上交易方式 让农民将产品放入网站上 不只能获得应有价格 农民也能和卖家阐述商品 以确保能买到无毒有机的蔬果 我们每天在吃的这些菜 是由大盘在决定 他们也会跟农友订定这个采收的标准 希望他们可能要使用农药 然后去得到这个品相优美的 这些蔬菜水果 所以农友在他们没有其他选择的状况之下 他们只能自己去用自己的身体 然后去承受农药带来的这些后果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齐心动念 想要去做 试着帮助这些弱势主权 那也逐渐地从食物延伸到 试着去解决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 有了农产品公平交易平台 农友不必经由大盘操作 也能够轻松将农产品上架到网路上 我们有一个卖家管理中心 那你进去之后登录 登录之后它会连接到 你的手机的照相机 那你就可以拍你的这些农产品 然后你填说我一公斤要卖多少 然后我有多少量 这些叙述一下是怎么耕种的啊这些 目前农产品公平交易平台 大约有100多位的农友已注册商店 有的农民在平台贩售后 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或是借由平台将品牌宣传出去 而透过洗食性善网 让农民能找到新的销售通路 实现公平交易 本来这些劳农 他们可能没有机会 去使用到网路销售的方式 可是透过了我们平台 或者是他们的小孩 情友就有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有机会 去建立他们自己的销售管道 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